在世界上有着一群超级能吃的人 他们被称为大胃王 虽然他们身体瘦瘦的 但食量非常轻人 一个人能吃下几个人的食物 从科学角度说 因为他们的胃部有着橡胶一样的弹性 所以能吃下非常多的食物 今天好奇的猫带来的是 五位著名的大胃王 帕特里克·贝托莱蒂 是一位芝加哥的大胃王 在世界各地的职业大胃王比赛中 获得了很多冠军 2013年在8分钟内吃了12个果王蛋糕 在果王蛋糕饮食世界锦标赛中排名第一 2013年在10分钟内吃掉28个汉堡 在独立汉堡饮食冠军赛上排名第一 最著名的是在2015年 在一晚比赛中 26分钟内吃了444个鸡翅堡 打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大胃王 直到现在 贝托莱蒂还保持着25项世界纪录 马特·史托尼是一个深层在美国的日本人 从18岁就开始参加职业大胃王比赛 曾经是美国职业大胃王联盟中最年轻的成员 到目前为止 他的职业生涯中有非常多的成就 著名的是在2015年 10分钟内吃了62个热狗 打败了八连冠的乔伊切斯特纳特 现在还保持着17项世界纪录 在美国职业大胃王联盟中排名第三 他的Youtube频道更是拥有超过1000万的订阅者 小林尊2000年开始参加大胃王比赛 以今年的速度和美少年外贸迅速引起关注 被粉丝称为小林王子和大世界的美少年 2001年也大比分破了当时12分钟吃25个热狗的世界纪录 创立了新的12分钟吃50个热狗的世界纪录 然后在这个比赛中连续赢了6次冠军 其中最著名的是10分钟吃下了69个热狗 此外他还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加州、田纳西州、宾夕法尼亚州 都获得过大胃王比赛冠军 曾经在美国职业大胃王联盟中排名世界第二 2005年乔伊·切斯特纳特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 就开始参加大胃王比赛 在这15年的时间里他获得了非常多的冠军 在美国国际磁药狗大赛总共赢了12次冠军 其中在2018年的时候 10分钟吃了74个热狗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从2006年开始 他就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大胃王比赛 例如烤奶酪比赛、三明治锦标赛、牛肉锦标赛等等 在各项比赛中都获得过冠军 并创造了50项新的纪录 现在切斯特纳特在美国职业大胃王联盟中 排名依然是世界第一 类似这样的纪录 莫莉至少创造了30个 一般女性的食量都要比男性小 但是莫莉属于乐却不一样 作为一名女性 食量比男性的大胃王还要大 而且还打破了许多男性大胃王的纪录 在没有退出大胃王这个职业前 他在美国独立大胃王协会一直排名世界第一 职业的大胃王还有很多 有的实力不比上面讲的大胃王差 甚至有的更加厉害 例如巨人白天、埃里克布克、鲍勃肖特等 同样在网络上面也有非常多有实力的大胃王 例如千千、丁丁、逆子君、迷里等 看到狂吃不胖的他们真是羡慕 你们对这些大胃王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赞和订阅一下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